劉長 先生 您好 我想大家聽到你說沒有音樂都會起心動念 那這個音樂是夜裡的音樂還是在下面的音樂 好 您請坐 我們要了解這個起心動念 它的那個來源一定是由我們周遭經過的事情 已經映入我們眼簾 然後耳朵又聽到聲響 然後又心裡面以前有經過的是 很多忌諱 縱言忌諱在一起 讓我們起心動念 是不是縱言積極而現的聲響 縱言積極然後產生念頭 它不是單一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那個單一的還好一點 就是這個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那個一定是幻想世界 那幻想世界跟我們那個起心動念 有一點差別 幻想世界 幻想世界濃厚 它容易寫文章 然後我們起心動念 那個是在環城處理事情 所以那個來源的那個角度不同 將有印象的嗎 感谢观看